郭台銘嘴巴講看起來沒有說很清楚的力挺 但是他也是隱隱約約也是力挺 我認為 因為他說大新竹要怎麼樣 要科技城等等的 這三個候選人就是高文安是科技人 他是科技的背景 所以講的事實上就是他 就我讀的啦 當然每個人角度看法可能不一樣 但可是就像你剛剛所提到的 確實他沒有像我們一般在力挺一個人很清楚的說 就是挺他來當選 為這個新竹市民謀求最大的福利 那這個就是很清楚 那他沒有講這麼清楚 他背後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他比較謹慎的地方 他會不會在乎政府對他的態度 這我們不知道因為前幾天薛瑞妍有提到嘛 說他可能要查詠寧基金會 會不會因為這一句話掐住他了 他不敢明確表態 否則他的治理行間還是挺高文安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社會上包括高董在內 我相信都心中只有一把尺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黑的 什麼是白的 那我也相信高董也很清楚 什麼東西是挺得下去 什麼挺不下去的 那跟社會大數民眾是一樣的 所以高文安委員自己有沒有做錯事 值不值得挺 我相信每一個社會上有那把尺的人 都應該知道是怎麼做 我相信高董應該也是如此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 πό好